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天在延平北路後 就在那邊走走走走 然後看到一個麵包店 叫石志軒 算是老店 現在在短暈 石志軒 貼了一張紅紙說要遭學徒 要徵學徒 我想一想就進去應徵 然後 一個小油 而且我隨便亂看的樣子 那個老闆很嚇到我就說 好 就這樣收留 以前當協助就吃跟醋都有 都在找老闆啊 所以我就這樣在台北這個城市留下來 開始了我的人生 為什麼離家出走走會去台北呢 因為我九歲的時候才可以開刀 我們家是山裡面燈爲裡熊的人 我為什麼會看到我爸爸那多書 就是這樣 因為我放學回到家或者放假的時候 我如果要出門去找一個同學要走四公里路 才會找到另外一個同學的碗 所以基本上我不可能出門 我回到家就灌在家裡面三億戶人家很無聊 然後我哥哥我姐姐就大我很多 在我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 他們都全部出去工作了 要不就到加工出口機去當女朋友 所以很無聊 所以只要亂換我爸爸的書看 那三裡面唯一疑問人家就是表示說 我如果要簽一個電線到我 簽一個電到我家就要 大概要十幾根電線看 那很花錢 我們家很窮 花不起 所以從小到我國中畢業 一直到我朋友都是用沒有燈在讀書 所以你知道沒有燈 你把燈吹亮以後 沒有月亮的晚上的時候 森樹記真的看不到你的手指 真的那麼黑 所以從那麼黑的地方 都已經看到台北那個燈火 環化的地方 九歲 我到台北開刀做了快兩個月 然後我心裡面就 就已經滿下那個種子 就用聖經的一句話說 那是遍地乃密之地 我的人生為了希望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離家出所 理所當然拿了錢就往台北跑 就跑到台北來 這個我的人生大概從童年到青春期 就在台北開刀 我人生有很多好運劇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很苦 可是回頭去看 當我們走出一條路以後 所有的苦都變成甜美 我人生又有很多好運劇 雖然虛度了很多光陰 然後在那邊摸手 然後不想做麵包又不知道要幹嘛 就算要去應徵一個 我退回來就算要去應徵一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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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出版社的小弟也好 或者說那個雜誌社的小弟也好 沒有高雄上學舉例 那我剛好沒有讀高雄 所以很多的機會是沒有的 所以我要離開我不喜歡的麵包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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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會是大學或者說要有電影科系的才可以 相關電影科系 可是我在無意間忍不住在多看一眼 他上面寫資格學歷不拘 我後天覺得這很像就是為我開了一個門 所以我就鼓起勇氣去報名 音樂也好 經過了面試以後被錄起了 其實我面試的時候 我講了一部電影我很喜歡的電影 連片米都講錯了 我想大概很希望後來被錄起 很多年後我跟面試我的老師叫黃建葉 我現在還在美衣大教育 他是那個時代非常重要的影評人 也是一個劇場導演 黃建葉老師我多年後跟他一起在高雄的文化局 我已經當導演了 高雄文化局舉辦了一個座談會 一起談一部電影 很晚我們一起去吃飯 或者不是問他說 老師當年你為什麼會錄取我 因為我連片子都說錯 然後黃建葉說 沒有啊 因為你是一個麵包師 每一次在討論要錄取學生 幾個老師在想學生的時候 前一眼就有人說 那個麵包師要學電影 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大家也沒有說好或不好 然後又討論 因為討論了一下 又有人提到 給他學電影好了 麵包師要學電影 這樣很好玩這樣 這樣講了 講到第三次以後 大家就一致決定說 好吧 那我們要學吧 看他會學成什麼樣子 一個麵包師的 所以我是 因為我是一個麵包師 反而成為一個 因為整個去報名的 沒有一個是麵包師的身份 所以當我來到學院名測 全部只有我一個是國中畢業 其他的那有兩三個高中 再來都是相關文化 什麼那時候的藝專啊 什麼傳播科系的啊 就是相對 不是相關會排大的啊 什麼那些相關的科系啊 有官的 我甚至秩序企業 那就是只有我一個國中生 所以那邊也眷顧我 讓我有機會進到不同的世界 去看一下風景 那讀了麵包班以後 很快的我才會發覺 原來我小時候看的書 是懂非懂的 都很像埋下了一些種子 很快在麵包班裡面看了一些 在老師的待遇下 看了一些很了不起的電影 我真的認為是很了不起的電影 像《小金安樂郎》、《火火劍惡》、《沛林尼》 這些開啟我的智慧 打開我的 打開我的視野去看到 不一樣生命風景的 這些導演的作品之後 很快的我也慢慢的 那個小時候看了很多書 慢慢花芽了 甚至有些書 我還要去找回來看 我開始覺得 因為我爸爸 雖然他一直阻止我往這條路走 可是畢竟是我爸爸的那些書的養分 讓我一直有一條 有一個地質 有一個熱情在往這個路上走 所以終究還是我 雖然我爸爸反對 終究 他的兒子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使他造舊的 並是 所以才能反過 他不是天生就會這樣子 是他的書 他買的書 所造舊的 在我的童年的成長過程裡面 即使看書或是 最早最早的 其實是一直在對人好奇 然後我小時候非常怕生 很怕陌生人 然後都會躲起來 有陌生人來就躲起來 在門後看他 觀察看他 也許害怕是因為好奇 或者是什麼原因 我沒辦法講得很清楚 可是我始終知道 我看小說也是 基於對生命的好奇 對人的好奇 小說中人物的好奇 到我後來看電影也好 或者我自己寫作 我被那些 我說很了不起的電影們 電影給感動 給最大的衝擊 其實是生命 還依然是那些生命風情 對我的給我的感動 所以其實我後來當導演 我拍電影我創作 其實最重要的東西是人 我一直覺得 我也許沒有條件 因為我們在剪副廠長 用很少的錢拍電影 我雖然沒有條件做到最好的攝影 做到所謂最好的攝影 就是說 畫質或者種種的器材 種種的條件可以讓你品質最好 也不可能做到最好的收音 可是我希望 我唯一不能創協的就是 我要把人拍好 我要讓我的角色感動人 如果我沒有把我的角色拍好 把我拍的人的生命給呈現出來的話 那我即便有最好的攝影 最好的音樂 最好的美術 其實對我們來說那還不是一個好電影 我覺得好電影最先起碼的條件 就是把你的角色處理好 讓你拍的人 他的生命會感動人 這是一個最起基礎的 所以我一直長期以來 我一直在心裡面告訴我自己 我拍電影是要拍人 也是要拍給人看的 所以我是透過電影這個媒介 把我認識的人 把我熟悉的人 透過電影介紹給更多人 去認識他們 去了解他們 他們也許是不同的生命主境 所以作為一個人這樣的基礎 我覺得是我創作最重要的東西 那我想我今天就用一些電影片段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生命中處理的 基於人這樣的一個角度去處理的定 第一部我們來看一下《崇華夢露》 有一個非常長的鏡頭 請大家有耐心的把它看 不會有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這是一個家庭中人的處境 生命的處境 在傳統倫理家庭中生命的處境 生命XD 老母人 好 生命 廢 molé 主導人 再加上一層 加上一層 再加上一層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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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